有马三人组真是太生性了 静硬生生地搞掉了尾骸神龙 一举将飞卡老灯击溃 有马发动魔法卡拼命死虫 效果当怪兽在明知打不过的情况下拼命而战时 就可以将攻击力变成零 给予对方600点伤害 这就是霍普雷七席 老灯生命值降到2350 有马覆盖一张卡结束回合 快斗表示机智 搞不过尾骸神龙就直接开搞玩家 是个不错的战术 鲨鱼的回合 发动注定一抽 糟糕 给妖子抽筒了 这个瞬间 老灯要启动尾骸神龙的效果 当这只怪兽被特殊召唤后 就可以将对方场上和覆盖的卡除外一回合 好家伙 在鲨鱼的回合搞掉霍普雷 有马惊呆 这就相当于三人独自作战了 鲨鱼小哥大步上前 也进行和有马同样的超量转换 将鲨龙作为叠放素材 特殊召唤CNO32 还咬龙之鲨龙白 好家伙 这是被教主收服了吗 魔法卡深海攻击 效果将手牌中一只 攻击力2000以上的水属性怪兽送入目的 就可以让场上的怪兽直接攻击 这样白鲨龙就能直接攻击玩家 没错 这就是老六战术 绕开尾骸神龙 斩首对方玩家 老灯表示天真 BOSS是会被老六击败的吗 陷阱卡虚伪的生命 效果可以将直接伤害无效掉 并将伤害恢复成为自己的生命值 此刻 鲨鱼周身的能量消散 刚想覆盖一张卡 就感觉身体到了极限 老灯趁机嘲讽 一顿嘴抛嘲讽的鲨鱼肺都快气炸 鲨鱼 我前的想法 我确实承受了 去吧 我的任务 走 话说 鲨鱼也没做什么呀 此刻 老灯发动尾骸神龙的效果 除外一只怪兽一回合 除外还咬龙之白鲨龙 不好意思 刚才是我说的大声了 鲨鱼哥站起来了 陷阱XYZ次元飞剑 效果当被对方除外时 就可以从卡组特招两只八星水属性怪兽 老灯蒙了 哪有被除外才发动的卡呀 鲨鱼避而不打 召唤两只古代鲨鱼 超级锯齿鲨攻击表示 不过以这个效果召唤的怪兽 无法使用效果不能攻击也无法解放 老灯懂了 这是反制尾骸神的定制效果 快斗看着倒下的鲨鱼 当即燃了起来 无法解放但却可以进行叠放 叠放两只锯齿沙家光子龙 超量召唤超银河眼光子龙 此刻 快斗的身体也到了极限 这就是他的最后一击 发动超银河眼无效其他怪兽效果的效果 这样尾骸神龙的赖皮效果就会被搞掉 同时去除超银河一个素材 吸收掉对方场上的超量素材 并且每吸收一个 就上升500攻击力 不愧是斗子哥 一套操作猛弱 连攻击的招式明都给升起了 老灯被伤害气浪崩飞 整个嵌入地面 生命值降到150 众人高兴万分 总算是击垮了尾骸神 并给了老灯大伤害 然而老灯却说出了惊天秘密 如果不消灭星光界就无法救活羊斗 原来羊斗的身体本来就有问题 老灯为了救他才非要去一世界 而当他要决定要救羊斗时 一切的东西都被他放弃了 最后是巴利安的世界告诉他 只要毁掉星光界就能拯救羊斗 不对吧 一开始你明明说要统治世界啊 老灯无言以对 不知是真情流露还是什么 总之快都不同意 他一定会保护羊斗 如果巴利安的人来进攻 哥仨就会与他们战斗到底 殊不知 你们中间还站着巴利安的老大 这一瞬间 老灯刚想接受洗白 巴利安的人就从续空中洗来 一阵红色的烟雾过后 尾骇神龙再次登场 而巴利安的力量也在这时控制了老灯